嗨,大家好,我是你们的娱乐热榜,每天为你们分享有深度的娱乐事件,喜欢我希望你能订阅加关注评论哦,首先我们先看一段视频。 吴磊和张子峰一起参加了某高校的毕业典礼,随后来年各个人一起参加了上海电影节,吴磊与张子峰主演的电影《剩下未来将在》,今年的七夕上映,这也是给电影宣传的好机会。 吴磊和张子峰算是一起长大的,再加上合作过这么多的作品,他们的关系已经非常熟悉了,不过之前他们都是兄妹的关系。 现在两个人长大了,尤其是合作了青春电影之后,两个人的CP粉越来越多,看到他们两个就露出一母像,喜欢看他们在一起的画面。 而吴磊、张子峰这两个人也没有让粉丝们失望过,他们的接触都很自然,恰好是这种自然最出人。 在电影节的现场,吴磊与张子峰几乎是形影不离的,张子峰穿了一件拖地的裙子,张子峰走到哪里,吴磊就跟到哪里。 因为妹妹的裙子很长,自己提着走路还是会踩到,需要一个工作人员在后面提着,以免妹妹走路半岛,有工作人员已经足够了。 但是细心的吴磊还是帮助妹妹提裙子,哪怕自己只能提一个杀,像是提了个寂寞。 网友们都说吴磊帮助张子峰提裙子,像极了婚礼现场。 这也是网友们对两个人最高程度的夸赞,他们站在一起就已经很美好了,还扒开大家的嘴喂糖吃,除了给妹妹提裙子之外。 两个人还一起走红毯拍照,走红毯的时候吴磊也是一直关注着妹妹的裙子,害怕一个不小心自己就踩到,或者是妹妹被裙子绊倒。 在到达拍照区域的时候,张子峰把裙子尽力往后一甩,而吴磊则是很绅士地帮他整理好裙子,让妹妹更方便拍照,吴磊对张子峰真的太细心了。 要有张子峰的地方,吴磊的眼光一定是追随他的。 两个人抬下后场的时候也是坐在一起,他们还说着悄悄话,有说有笑的,两个少年的眼睛里面都是光。 这次两个人是以朋友以及合作伙伴的身份出现的,他们在之前的场合也有遇到过,虽然没有合作关系,但吴磊就像是默默守护张子峰的王子。 张子峰在人群中迷失了方向,周围有很多人在挤他,而这个时候张子峰抬头就撞见了吴磊。 吴磊一路护送张子峰,对张子峰也是绅士手。 在11号的毕业典礼上,吴磊对台下的同学们说,希望你们都能和喜欢的人去同一所大学。 说这一句话的时候张子峰在身边很认真地看着他,吴磊和张子峰就是一个大学的,他们是北电的学长和学妹的关系。 张子峰当年一考的时候只考了北电一所学校,在没有考试的时候,张子峰就说吴磊给了他很多学习上的建议。 而吴磊也打断了妹妹,说别叫前辈了,叫师哥吧,当初张子峰还没有高考。 不知道吴磊所说的跟喜欢的人去一所大学是不是,只是了自己和张子峰,他们两个一起长大,一起工作读书,现在又合作了青春电影。 也算是青梅竹马的关系,不管未来有没有机会在一起,这一段青春对他们,对观众们来说都是很美好的。 欢迎留言订阅关注告诉小编哦。